歡迎同學收看我們這個單元的教學內容 好 我們這個單元老實在開始進入到 多項式的加減乘運算 換句話說這個單元要幹嘛 教大家多項式的加法減法乘法運算 你說老師為什麼沒有學處法 因為我們高職數學當中有另外處法單元 所以說你處法在我們政課當中 高職課程當中就有介紹了 所以說老師在這邊特別去介紹加減乘就夠了 OK 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第一小題 我們先看一下主題 多項式的加減法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先從加減法開始看得起 來看一下第一題怎麼算 OK 還要說s平方加上 2s平方加上3-6加 欸怎麼加 加法很簡單一樣把同類項相加 s平方加2s平方 加起來是其3s平方 加3-6加3s行不行 後面-6加2總共減幾 4所以說加法是很簡單 先把2次按2次 1次按1次 1次按1次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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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 麻煩合併 1次按1次 炸 這樣麻煩合併 怎麼合併 接下來四級 負6s平方 一樣 這也是一樣 這是負x-7x 傳過減幾 12x 好不好 1-5四級 負4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基本的運算 麻煩你把它合併一下 好不好 OK 之後 最近你先把旁邊的學生練習算一下 你再看老師的解答 OK 來 我們看一下學生練習的地方 這邊也是一樣 把同類項合併 這是2s平方 加上3s平方 合起來是5s平方 減3s加上2s-3加2-x 後面再減幾 5是數還2 那這也是一樣 大家合併 先看一個數字的正負好看誰 看前面 -3s平方 -1s平方 -3-1 合起來是-4s平方 -4s-6x對不對 總共是-10x 最後參數下 -5加4四級 -1就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OK 這是我們範例1的地方 你先把它看一下 我們馬上進入到範例2 OK 好 我們看一下範例2 這也是一樣老師 這也是加減反運算 這也是加減反運算 值得的時候多一個什麼號 括號 那不然有括號怎麼辦 你可以直接去括號行不行 假如說你不熟練你就慢慢來 2s平方 3-3s加4 先把括號去掉 變成s平方 加3 5s -2 行不行 之後 把同類項合併 2s平方 加s平方 總共是3s平方 行不行 之後 然後再來 -3x有沒有看到 加上5s -3加5 加3 2x 加4-2 所以尾巴加2 這樣就出來了 這也是一樣先去括號 10x3 加上2s平方 加上10x 解 把 加上 負的x3 直接寫-s3 加上3s平方 加上3s平方 減掉3s加6 行不行 來 合併 首先來一次 10x3 減掉 x3 3 3 x3 OK 2s平方 加3s平方 合起來是5s平方 這也是一樣 加上4s 減掉3s 加4s減3s加集 1x就直接選集 x就好了 行不行 很多同學喜歡再選一個1 1可以省略 知道嗎 所以4s減掉3s是1x 我們就直接寫x -8加6 最後剩集 -2 這樣可不可以 半例3也是一樣 好不好 OK 第三小題也是一樣 先取括號 指示注意聽中間什麼號 減號 所以去掉括號是要併號 所以5s加上2s平方 減幾 12 減掉3s平方 減掉-3加3 3s再減幾 11 行不行 之後整理一下 加2s平方 減掉3s平方 -1s平方 就直接寫-x平方 5s加3 5s加3 3s加3 8s -12 減掉11 總共負極 23 是出來了 這也是一樣 首先先去括號 -4s加3 6s平方 加極 5 減掉-的變成 加3 2s平方 減掉-變成 加3 5s 後面再減幾 7 這樣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合併 好不好 6s平方 加3 2s平方 總共8 x兩次 減4s加5x -4加5 1s 所以加3 1s加 x 5減7次級 -2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這是我們範例2的地方 麻煩你現在的暫停 先把後面學生練習算一下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範例2的學生練習 OK 老師這裡怎麼做 一樣 把它去括號 老師 我懶得去耶 其實這裡你也可以加一點心算 怎麼說 直接算行不行 也行 -3s平方加上4s平方 加起來是1s平方 行不行 x減掉6x 變-5x 最後4-7-3 這樣也行 各位你熟硬一點直接心算 這也是一樣 先把這2s平方 加3-6s平方 看一個數字的正負草是讓看前面的 2s平方 -6s平方 所以-4s平方 再看 x加上3s 4x 行不行 -4-6 總共減幾 10 就出來了 各位 來 第三小題也是一樣 看這邊 大家合併好不好 好 2s平方 減掉-6s平方 行不行 欸 負負得 整 2s平方 減掉-6s平方 變 加上6s平方 變 8x平方 x 減掉3x 變級 -2x 減4 減掉-6 減4 減掉-6 變加6 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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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減掉-4加-4 這樣就出來了 這樣行不行 行好 這是我們番禮二 好 我們到這邊先把主題一 基本加減法算過了 對不對 麻煩你先把它看一下 我們馬上就到主題二部分 乘法 OK 好 我們剛才介紹過我們多項色加法 減法 對吧 我們請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多項色乘法 來 我們看一下 番禮一 第一小題 我們先慢慢乘 好不好 先從一個開始 5S 成長7S 怎麼乘 乘法是很簡單 把數字先乘數字 57 35 再把AK乘AKS AK乘AKS 乘起來是S幾次 兩次 先把數字相乘 再把AK相乘 這也是一樣 5乘7 35 AKS 行不行 這一樣數字乘數字 負3乘4是負12 AK乘AK乘起來S幾次 兩次 對吧 這一樣先把數字乘數字 二分之三乘負6 乘起來4起 負9 再把AK乘AKS 乘起來 AK幾次 兩次 這一樣先把數字乘數字 3乘4 12 再把AK乘AK乘AKS 相乘次數 相加 2次加3次 S0 乘3 S3 相乘之後 次數相加 變5次 這也是一樣 先把數字乘數字 負2乘7次起 負14 再乘3 AK是幾 相乘次數 相加 加 加起來變幾次 7次 這樣行嗎 所以說相乘很簡單 把數字乘數字 再把AKS 合併 那S相乘是相乘次數 相加 1 2 1 兩次 2加3 5次 3加5 7次 OK 行不行 行後 OK 5加2是幾次 7次 對吧 那這也是一樣 我們看一下 學生練習 各位同學 麻煩你先按一下暫停 先把學生練習做一次 做一次之後 你再看老師的解答 好不好 OK 好 我們看一下這怎麼算 一樣來一次 先把數字相乘 6 8 48 再把AK相乘 相乘次數下加 這樣 數字相乘 負20 AKS 是不是就好了 先把數字相乘 負3乘負7 負得正21 再把AK相乘 變S幾次 兩次 先把數字相乘 三分數乘6 乘起來自己 先約分數二 五 二 十 再把AK相乘 相乘次數 相加 變幾次 兩次 先把數字相乘 20 相乘次數相加 合併起來 變AKS 七次 先把數字相乘 負16 相乘次數相加 變AK 幾次 八次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這是我們範例一 好不好 我們基本的多項式的乘法 老師先從一個乘 一個開始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好 我們看範例二 你說老師 這怎麼算 一樣 麻煩你好不好 老師這怎麼乘 老師 這負8S乘上負S加6怎麼乘 有誇張咧 抓住要決 我們乘法有什麼力 分配力 什麼叫分配力 換句話說 把負8S 一個一個夾 乘進去 行不行 負8S上負S 負負得正 變8AKS 兩次 負8A乘6 負得48AKS 這也是一樣 咱們乘法有什麼力 分配力 每一個都要分配到 行不行 負3A乘上2S 乘起來是負6AKS 兩次 負3S上負 負得正15AKS 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乘法有什麼力 分配力 每一個都要加分配到 行不行 可不可以 一乘起來 相乘數相加 變3倍 AKS 四次 乘起來 變減掉 AKS 三次 乘起來 變加上10 AKS 兩次 這也是一樣 把它合併 行不行 好不好 AKS 三方法 一個一個加加 乘進去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一乘進去 相乘次數相加 變S 六次 乘進去 減掉 AKS 三次數相加 變5次 乘進去 相乘次數相加 變4次 乘進去 變減掉 AKS 三方 這樣行不行 每一個都要怎樣 乘到 所以說是X三方 乘進去了之後 注意聽 每一個次數都加算幾次 三次 是出來了 這樣S 乘進去 每一個次數都加算幾次 兩次 這負3S 乘進去 所以負6 AKS 兩次 15 AKS 這樣 乘進去 負得證 8 AKS 兩次 乘進去 減掉 48 AKS 行不行 可以嗎 可以喔 麻煩你一樣 先把我們第二題的 半例看一下 說馬上按個暫停 好不好 先算個學生練習 OK 你算老師 看老師這個單元 好不好 學生練習都自己先算 算完再看老師的解答 OK 來 看一下 這是學生練習的解答 OK 怎麼做 一樣 把4A乘進去 4A乘AX 4 AKS 兩次 減掉 4A乘1 4 AKS OK 這一樣 負4A乘進去 負負得證 變成4 AKS 兩次 負A乘1乘起來是負AX 這也是一樣 把整個負3A乘進去 好不好 乘乘乘有什麼力 分配率 行不行 負得證 變成12 AKS 三番 乘進去 負3乘3 乘9 相乘 變S平方 負3乘2 負6 AKS 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把5分之3 AKS 一個一個加 乘進去 行不行 好 我先把數字乘數字 15乘5分之3 預料剩幾? 9倍了 再把AKS 次數相加 變4次 減掉 先把5分之3乘過去 25乘5分之3 15 相乘次數相加 變S3次 一樣 負10乘到他 約掉負2乘3 負6 還是幾? AKS 所以說先把數字乘數字 15乘5分之3 9 相乘數相加 AKS 次 負2 數乘5分之3 負15 相乘次數相加 變 AKS 次 相乘 約掉勝負6 AKS 輸就好了 可不可以 我們1要2是基本的成把運算 好不好 麻煩你把它看一下 我們馬上進入到 范利桑 OK 好 我們直接看一下范利桑 范利桑 各位同學注意一下 像這種兩個四子相乘 經常要用到 你不只要會算 你還要試著去學會直接心算 老師 這兩個四怎麼乘 OK 我們才能講 我們在數學當中乘排有什麼率 分配率 一個一個 每一個都要講 分配到 AK乘S四級 S平凡 加3 S乘二四級 加3 2S 行不行 這樣 4乘S四級 加3 4S 再加3 4乘二得到幾 8 所以把它合併起來 變S平凡 加3 6S 加8 是不是出來了 這也是一樣把它乘開 OK 2乘上4S 8S平凡 行不行 2乘上-7是幾 -14KS 可不可以 這裡是一樣 3乘4S 2X加3 12X 3乘負7中負7 21 所以合併起來變8S平凡 負14加12 -2 AKS減極 21就出來了 這也是一樣第三小題 我們常常講 乘法有什麼率 分配率 他乘他 乘起來是-20 AKS平凡 3 5A乘上負1是幾 -5 AKS 行不行 -3乘負1是負負的 是12AKS -3乘負1加幾 3 3 所以合併起來-20S平凡 -5加12加3加10再加3 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乘法有什麼力 分配率 這樣行不行 老師希望大家下一件事 試著去學會心算 好不好 怎麼說 -A乘上3S 乘起來是-6S平凡 哈囉 注意聽哦 -A乘上-4S -A乘上-4變極 8AKS 這邊 5乘3是幾 15AKS 8A加15AKS 加起來直接心算 23AKS 這樣行不行 再把5乘負4是幾 負20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說你這樣這兩個四十 兩個一次的相乘 你要學會 直接這中間的地方 直接用心算合併 這樣行不行 可以嗎 可以後 麻煩你把底下學生練習 試著算一下 OK 來 我們看一下學生練習的地方 這邊也是一樣 好不好 同學們 你再看一下 AK乘S S平凡 哪是這邊都心算了哦 KS 加3S 總共加4S 3乘1 加3 就出來了 這樣 直接心算 2A乘上3S 乘起來6S平方 2A乘-4 -8S 行不行 之後再來 -1乘3S -3S -8S -3S 總共-11S -1 -4 加4 是出來了 這也是一樣 把它乘開 行不行 -1乘上-4S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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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1乘上-1 X 5乘-4 -20X 也可以減掉20S -19X 之後再來 5乘-1 四起 -5 下行不行 OK 先他乘他 負負的 正 4S平方 下S -20S -49S 5乘-1 -5 OK 這也是一樣 把它乘開 他乘他 乘起來是 5S平方 行不行 之後 -10 -6 -16 S -6 -2 加12 這樣就出來了 好不好 這是我們基本的乘法運算 OK 務必給我算到手錠來 好不好 我們緊接著看一下 范例式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范例式 老師 這怎麼又乘了又減了 對 我們數學有一句話 先乘數後加減 所以說你先把這兩個乘開 把這兩個乘開 再把它合併 行不行 欸訓練到現在 這兩個我們直接加一點點心算 好不好 xs s平方 這邊 x xxS平方 xxs平方 xs平方 AK乘-1-AKS 行不行 對吧 我們這邊一樣心算 A乘-1-AKS 2乘S 2S -S加2S加起來是1AKS 之後再來 2乘-1-2 之後麻煩你再把它合併行不行 這邊一樣 S平方減掉S平方是跟我消掉 所以再來 負-AKS 減掉AKS 總共是負2AKS 負12減掉負2 減掉負2變即 加2 負12加2所以答案是即 負10是出來了 OK 第二小題也是一樣 麻煩你 先把這個乘開好不好 先乘輸後加 加減 這7加上s平方行不行 把這乘開 所以先給L給他一個什麼 括號代表他一起行不行 很多同學不寫這個括號很討厭 所以說你一定要給我把括號擺好來 說ak乘-s乘起來是-2 ak是兩次行不行 ak乘上-4起-aks行不行 所以說你看哦 ak乘上-5-aks ak乘-2-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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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中間直接寫-7aks 所以再來1乘-4起-5 這樣行不行 之後拔合幣 先看兩次好不好 你不熟練的話你就先把它去括號 變7加s平方 減掉-2s平方 加上2s平方 減掉-7加上7s 減掉-5加5行不行 說法合併起來 s平方加2s平方 加起來是-3s平方 加3這邊是幾s 7aks行不行 最後一個7加5 總共加幾 12 這樣可以嗎 OK 這是我們辦理式的地方 麻煩你 先把底下學生練習先做做看 你再看老師的檢查 麻煩你先按個讚聽 OK 好我們看一下辦理式學生練習的解答 來聽 一樣 這怎麼做 麻煩你先把夾先乘除存開 這樣行不行 先把這邊存開 來聽 括號先擺好來 還記得吧 說再來 3乘上-3 s的-3生起來是-9 x2次 之後這邊 這是6s 這負責得證3s 6s加3s 9x 之後再來 負1乘2式行 負2 減掉4s平方 減掉2s 減1 麻煩你再把它合併行不行 把這邊負9s平方 減掉4s平方 總共負13s平方 之後再來 9s減掉負s 9s加上2s 11xs 負2 減掉負1 加1 負2加1 負1 是出來了 這也是一樣 麻煩你這不動 把這兩個先乘開好不好 先乘除後加減嘛 所以4-2s 加上s平方行不行 加上 把這邊乘開好不好 注意聽 一樣 他乘他 乘起來是-6x兩次 -s-12s總共-13x 那 那 負2乘以四極 負2 行不行 最後把它合併起來行不行 s平方 加上負6s平方 負5s平方 這也是一樣 -2s-13s 總共-15x 4加上負2 加極2 這樣行不行 這是我們範例式好不好 你們把它確認一下 把所有的訂正一下 我們再一起看一下範例5 OK 好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範例5 範例5 範例5這邊 不好算喔 麻煩大家要耐心一點 慢慢乘開 我常常講乘法有什麼力 分配力 什麼叫分配力 每一個都要分配到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把它乘他 相乘次度相加 變成s3 他 乘他 加3s平方 一樣 ak乘3 負2 4 負2 x 行不行 那換這邊 負3乘3 3s平方 負9 x 平方 這也是一樣 負3乘s 負3 x 行不行 所以 負3乘負2 負負得正面積 6 所以把它合併起來 變3 3 半 減掉s平方 減掉s 5s 加6 所以說你乘開始 一邊乘開 一邊對齊 這樣加起來的時候 比較好加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第二小題也是一樣 麻煩你去把它乘開 我剛才講過稱白有什麼例 分配率 每一個都分配到 他乘他 相乘次數相加 變s 4次 一樣 他乘他 加3 2s幾次 3次 行不行 之後 他乘他 乘起來是幾 負得s 2次 再看這個 他乘他 乘起來是負得 3次 行不行 他乘他 乘起來是負2 ak是兩次 最後一個 他乘他 負1乘3 負1 加aks 行不行 再換這個1 1乘s平方 as平方 1乘2s 加3 2s 1乘負1 負1 做合併起來 ak4次 行不行 這加起來 是ak3次 這加起來 消掉剩其 負2 s2次 加上3s 減1 輸出來了 各位 所以說你乘的時候 一邊乘一邊把它加 對齊 這樣會比較好算 那這也是一樣 哪幫你把它乘看好不好 OK 怎麼做 一樣 把它乘他 好不好 相乘 把數字先乘數字 3 2得幾 6 再把次數相加 6 s5次 他乘他 3倍s幾次 3次 麻煩你3倍s3 老師你幹嘛留一個空格 等一下留著寫4次嘛 好不好 OK 再來 他乘他 乘起來是-3 ak12 2次 行不行 換這邊 他乘他 乘起來是-8 ak4次 他乘他-a乘s 乘起來是-4 x2次 之後換他 乘他 -4a乘-1 加3 4aks 之後換他 -6乘2 3番 -12 ak3番 -6乘3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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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加6 行不行 合併起來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這6s5次 -8 a可以4次 加中起來是-9 a可以3次 加中起來是-7 s2次 加中起來是-2s 加6 這樣可不可以 不要覺得他很煩 麻煩你大家 回去之後 把學生練習馬上做 老師等一下再把解答記給大家看 OK 好我們看一下 范麗武學生練習的解答 來看這邊 一樣把它乘開好不好 他乘他 x3次 他乘他 -2 x2次 他乘他 加3 5aks OK 行不行 再換中間 -4乘x平方 -4x平方 -4乘-2 加3 8s -4乘5 -2 20 之後把它合併起來 變 x3 -2 x平方 -3 -3s -2 -10 看一下 一定有沒有算對 OK 再來 第二小題 一樣 把它乘開來 行不行 好不好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乘 他乘他 相乘次數 加6s 4次 他乘他 15 x3次 他 乘他 減掉 9 x2次 換中間這個 -a乘3 2s平方 乘起來是 -4 x3次 -2 乘3 5s -10s平方 -2 乘3 加3 6 x 換他 他乘他 8s平方 他乘他 加3 20x 再減幾 12 15 8 合併起來 變6 x4次 相加變11 x3 加起來變極 負極 負11 x平方 加上26 x減極 12 這就是答案了 可不可以 再看這邊 第三小型 一樣 把它乘開 他乘他 乘起來 是x5次 他乘他 加3 x3次 行不行 他乘他 加上3 s2次 他乘他 換中間的-2 x4次 -a乘這 s -2s2次 -a乘3 -6 aks 行不行 最後一個 他乘他 2 x3次 他乘他 加上2s 2乘3 加幾 6 所以合併起來 2 s5次 -2s4次 加起來 3倍 s3次 加起來 加上 s平方 -10s -6 這樣可不可以 ok 到這邊 它是我們基本的 乘法運算 各位同學,麻煩你把這邊這個單元加把,剪把,乘把,好好看一下 這樣行不行,務必算熟練來,後面自我陪你啊,麻煩你一樣趕快去做練習 好,我們這個單元上到這邊,好吧,我們下單元,我們再繼續去,謝謝大家